带几百人强拆大学生创业果园断电风路抢手机 把人按在泥地里抬走扬言 想告你告我 这是把党纪国法给忘了吗 根据中国交通广播的报道 被强拆果园的是创业大学生贾科 通过近十年的发展 果园不仅获得了国家绿色认证 成为了大学生创业基地 可是丰收的喜悦还没等来 今年四月份夜县行务副县长胡某哲 带领了交通执法公安等四百余人 对他的果园进行了强拆 面对质疑而副县长的答复也非常明确 说是为了确保重点项目落地 自己愿意承担责任 想告自己就去告 2021年6月份 河南重点工程夜县至鲁山的高速公路开工建设 需要占用甲科果园七亩左右 但是赔偿问题双方一直没有贪论 他们依据已经作废的平顶山补偿标准的文件 将果园按照零星果木的标准赔偿 算下来差不多18万 甲科找到评估公司认为 应该按照经济零的标准进行赔偿 大概三百多万 但是夜县不认可这个赔偿标准 重点项目建设是一件立国立民的好事 不能口口声声 喊着为人民服务 却置群众的利益于不顾 土地纠纷必须经由人民法院审理 为法院才有权利 依法决定土地去留 一言不合绕开法律程序 谁来保证普通老百姓的弃身利益呢 目前平顶山市委市政府 已经第一时间成立联合调查组 全面展开调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